本案中,刘倩的行为构成我国刑法第232条的故意杀人罪的未遂 如果经司法鉴定,王志是因为药物的作用而吃刀伤害马刚 因不受抑制控制,没有主观恶意,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,王志的家暴行为违反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 刘倩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的老鬼采取欺骗行为,谋取利益,甚至试图强奸留欠 构成我国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罪和236条的强奸罪未遂 以上罪行应述罪并罚 同时,迷幻类药物属于国家禁止滥用与流通的药品 会对人体造成极大损害 一旦发现非法使用,需立即销毁 制造者与持有者也需受到相应的惩罚